下面有请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 中国医学界的好朋友白燕松先生做报告 他的报告题目是医学与医德 大家欢迎 最近一段时间我越来越觉得我在中央电视台是兼职 然后做与健康有关的工作是专职 前天我在参加健康中国说的活动 昨天包括隆德部长等等我们一起在鸟巢来参加三剑三剑活动的这个启动 今天来到这儿 今天晚上我周刊的节目关注的是107篇医学论文的流程有假的问题 但我的出发点不是批评医生 而是谁制造了这样的环境 做1000台优秀的手术都比不上一篇不那么真的论文 很多人问我 你为什么替医生说话 我觉得三个原因 第一个 我跟医生都姓白 第二个 我是卫生部的健康宣传员啊 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昨天李斌主任又给了我一个证书 又得十年 第三个当然才是最重要的 我过去是 现在是将来更是一个患者 替医生说话是因为我还不傻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医患关系 表面上你骂两句医生 今天好像受委屈的是医生 明天受委屈的就会是我们自己 傻吗 让我讲医德这个问题 中国只有两个职业是带德的 一个教师 一个医生 为什么 不复杂 你看其他所有的职业 就用一个职业道德就笼统的给算了 只有这两个职业是单独计算的 原因就在于 教师要负责人们的精神健康 医生要负责人们的肉体健康 其实还不止 教书的职责是教书育人 教书容易育人难难 医生要肉体治疗 还要有精神抚慰 肉体治疗相对好评估 这个精神抚慰如何做呢 德字就在这育人和精神抚慰之中诞生了 什么是医德 我觉得用任何理论解释都是苍白的 讲两个故事 接近一百年前 协和招生 招的生很少 其中一个考场在上海 福建的一个小女孩 就是要当医生 去了上海这个考场考试 最后一科是考英文 协和对英文的要求极高 他刚达了几笔 考场里头的一个女生 晕倒了 抬出去 没想到这个考生 放弃了自己的考试 出去救助这个女生 等他救助完这个女生 考试已经结束了 他没有任何怨言 明年再考吧 走了 但是监考的老师看到了这个过程 把过程写给了协和 协和 调看了他前几科的成绩 最后决定招他 因为他拥有当一个好医生 没法教的最重要的德行 宁可牺牲自己 也要照料别人 这个福建的女孩的名字 叫林巧智 也就是郎主任的前辈 昨天来的路上还在看 刚刚去世的闫人英 104岁 其实也是继承者 他讲了林大夫的一个细节 他说林大夫查房前 这个产科病房里头 由于病比较重 是哀嚎 是不安 是凄凉 但是林大夫来了之后 一边治疗 一边跟患者聊天 他说突然一瞬间 病房呈现出极其温暖的安宁 我觉得 这就有超越技能的 需要我们思考的东西 再比说 有一个大大夫 叫华一卫 我在做感动中国的时候 他是获奖者 看他的片子的时候 我的眼泪哗就下来了 不是高超的医术 而是一个小小的细节 打他当医生开始 每一天早晨 他要去查房之前 都要先把这个听诊器 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误热才进病房 他一辈子 没让患者 招到过一次 凉的听诊器 那好了 再比如说 那这个事情 一直在流传 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刚才看到 有我们的政院长 武警总医院 他是武警总医院的 急诊中心的这个大夫 主任 王立祥 他给我讲了他的一件事 本来他是讲 另外的一个事 讲现在有很多的万一啊 最后变成了一万 出事了 一个孩子 出现了紧急情况 送到了他们急救中心 王立祥 把他们送到急救中心 刚要开始救 发现没法救了 孩子已经没了 但是病房外 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爸爸妈妈 全跪在那 嚎啕痛哭急呀 要救这孩子 王立祥觉得 我如果现在立即就告诉他 孩子没得救了 可能会出事 他要给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和爸爸妈妈 一段接受的时间 他又给这个孩子 做了一个多小时 完全无用的治疗 但是在这一个多小时时间里 有很多的大夫 在劝外面的爷爷奶奶 姥姥爷 爸爸妈妈 给他们讲很多事情 让他们慢慢慢慢 有一个缓冲地带 一个多小时之后 这个无效的治疗结束了 但有效的治疗了这个家庭 他们能够慢慢接受了 我谈的这三个故事 都与医学的技能和治疗 本身无关 但是谁能说 这不是一个更大的治疗呢 这就要回到医德上了 我们说医生 我们每一个人生老病死 四个字 全要跟医生打交道 所以我曾经用过一句话 我说医生是介于普通人和佛之间的一个职业 在西方也可以叫介于普通人和上帝之间的一个职业 这句话要分两个层面解读 一方面 每一个医生都是普通人 他们也有喜怒哀乐 有柴米油盐酱醋茶 有自己的委屈 有自己的心理问题 有自己的挣扎和抱怨 他们是普通人 但是另一方面 由于他们的工作是面对别人的生老病死 他就天然的具有了佛和上帝的某些属性 现在加拿大的总理叫特鲁多 巧了 他是帅哥 天下粉丝很多 但是我认为他再帅 都不如一百年前去世的一个加拿大人帅 那是一个医生叫特鲁多 因为那个特鲁多的伟大 不仅在于他第一个人类提炼出结合赶军 更重要的是在他墓碑上的那三行字 讲医生偶尔去治愈 经常去帮助 总是在抚慰 这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的医生委屈很多 我在做着如此伟大的事情 我是介于普通人和佛上帝之间的一个职业 为什么现在人们还骂我等等等等 我替各位想了几个原因 第一个 人们对你的依赖大 期待就大 抱怨自然多 做任何政府 我们现在各个部门的调查年终平易 最后发现好感度与坏感度最高的 都是人们需求最旺的 比如说教育部 卫生厅 卫纪委 现在叫等等等等 一般跟人关系不大的 好评度很高 因为反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点个赞嘛 但是我天天要跟你打交道 15年的时候 中国的门诊人次 77亿 接近80亿人次 想想看 这80亿人次的过程当中 能不出问题吗 千万不要认为 只在中国有医患关系 全世界都有 只不过呈现的方式不一样 在美国 每家医院的外面 都有律师 递小广告 给患者 有事找我 我来负责给你迎医生 所以美国的医生 是最讨厌律师的 他们编了一个段子 进了天堂 在天堂里 医生进了天堂 结果发现 找上帝 上帝特忙 说你忙什么呀 哎呦 今天有一个律师要来 这个医生气的 好吗 我们医生 都应该进天堂 结果我们一到这 一看医生全住上下铺 条件也不是很好 为什么你今天 一个律师来 还要铺红地毯 上帝说没办法 天堂里到处都能 见到医生 律师是我当上帝以来 第一个见到进天堂的 这是美国人编的段子 其实背后也反映着 美国式的医患关系 所以 另 这第一点 对你的依赖大 期待也就高 另外 77亿人次 我相信16年 可能破了80亿了 未来可能还在增长 在如此大量的交往当中 存在问题是正常的 第二个 对这件事情的解读 还有一个方案 过去 人由于对死亡 无法掌握 所以把它交给了宗教 所谓生死由命 富贵在天 过去的人们不抱怨 如果得了病 或者病没治好死了 哎呀 我命不好 这是天意 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 快速的进步 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 认为医学无所不能 因此出了问题 他就不再怨命 怨上帝 他怨医生 但其实 现代人对健康 更在意了 对死亡更恐惧了 但是又产生了一种 医学已经无所不能的幻觉 可是事实并不是如此 于是这种反差和矛盾 使现在 这种冲突变得更多 而不再像以前 心平忌合的接受事实 因此 这一系列很复杂 接下来还有原因 很多医生委屈 我做这么大的好事 为什么还有委屈呢 从来都是这样 好事多磨 大家听过这个话吧 我去台湾专门求证这件事 我跟台湾词记的这个 证言上人问他 我说为什么做好事 还要受难 他很平静地回答一句话 他说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你不觉得被磨的石头 才亮吗 医生就是被磨的石头 您见哪个宝玉 您见哪个伟大的东西 不是被磨才亮 才最后成为最有价值的东西 另外我觉得 大家要有一个警觉 虽然现在大数据无所不在 但是对医生的一个重要的挑战 就在于 你的挑战永远是动态的 大数据永远不解决个体问题 因此您不管拥有了多伟大的这些数据 您治了多少病人 新来的这个患者都是全新的 刚才我看那篇报纸上就在写 钟南山院士跟王晨跨境地 为一个特殊的患者去做会诊 最后大家艰难地拿出一致的意见 你看哪一个个体能用大数据来解决 所以我们正在面临这一系列这样的挑战 所以挑战很多 那现在社会上还是对医德包括我们自己的行业对道德要求极高 但是我的观点是 任何站在道德的基础上谈论道德都是无效的 不能指望我们的医生都是圣人之心 道德归根到底是由外在的环境和制度决定的 如果环境和制度是糟糕的 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我推荐大家看 曾国藩 曾国藩的这个长篇小说里头讲了一个细节 当然这个细节后来被很多的专家放大了 我又去找查 他很连结 但即便他很连结也要干很多灰色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晚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晚清的官员腐败 为什么腐败 你科举考上了经官 官家不出路费 到北京需要一千多两银子 全需要自筹 他怎么自筹 只能说我将来要当经官了 我现在挨家去在家乡拜各个人 让他们给我点钱 将来我替你办事 到了北京 经官一年的薪水一百两银子多一点 但是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三百多两银子 二百两银子哪来 不腐败哪来 请问是清朝的官员腐败 还是晚清的制度腐败 所以前些天 北京一改 我当天就做了节目 我其中说了一句话 我说从此我们可以对医生产生更大的信任 因为让医生 有些医生变得不得不糟糕的环境 正在松动和改变 我没那么一下子就乐观 过去医生要替医院创收 要有药品加成 要开更贵的药 医生不做能行吗 这是涉及到整个一个医院的生死存亡 现在取消药品加成 我给这次北京一改 说了四个字叫 人涨物降 与人有关的价格要上涨 与物有关的价格要下降 比如说机器检测等等等等 中国的医改必须加速 必须快速的行进 才能把我们的医生从道德的窘境之中解放出来 你们现在我们的医生是替整个无效和 怎么说 不好说更重的话了 就是说迟迟无法有勇气推进的医改在背黑锅 因此如果环境清朗了 如果制度明晰了 再出现很 假如有医德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从业者当中 要有一定的比例接受度 哪一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败家子 但我们现在的败家子 大比例是由环境和制度逼出来 所以整个社会要去反思这件事情 最后我觉得 要讲一个与我自己有关的故事 我在好多场合讲过 其实最近一些次我几乎不讲了 但是今天这个场合比较大 我还是想讲一下 在 七十年代 四十多年前 我家在 那个时候还归黑龙江呢 在中苏边境 海勒尔一个很小的城市 我父亲总科学 然后去天津出差 我妈就说 办完工事看个病 我爸办完工事 当天晚上要走 下午去天津医院看病 结果医生一看 坏了 癌症 七三年 七四年 七四年 但是他不好当面跟我爸说 就说不行 你必须要住院 我爸说怎么可能 我晚上就要走 那不行 你必须得住院 你这个我们要详细观察 要治疗等等 我爸拿出车票 你看我都买了 今天晚上的车票 我要回那个海勒尔 不可能 不行不行 你必须留着 等一下我去找我们主任 让主任回来劝你 那个医生就去找主任 我爸一看医生找主任了 撒腿就溜了 晚上在天津火车站的后车市里 正在后车 突然大喇叭里头 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黑龙江来的谁谁谁 请到门口有人找 我爸以为是在天津的同事 结果到了门口 看见了一辆救护车 看到了下午见到的那个医生 原来那个细心的医生 记住了我爸爸的车刺 然后我爸就被送上了救护车 到了医院 虽然76年我父亲去世了 这个医生没有治好我父亲的病 但是他治疗了一个家庭 89年当我大学毕业 要回北京工作的头一天晚上 我妈把这个故事完整的讲给了我 到现在我都没有细聊过 为什么我妈妈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我 我猜想这里有一种信任 有一种对社会的善良 有一种感恩 还有一种职业的熏陶 我还会把这个故事 继续去讲给我的孩子们去听 我想 有无数个医生 都是像那个时候的医生那么做的 但是我妈有一句话 当天也还有点刺激 她说如果现在的技术 加上那个时候的医生 也许你爸的病可以治 我觉得 这句话我要修改成 如果是现在我们制度与环境松绑之后 让蒙在医生身上的那些灰尘都被剔除掉之后 那些扭曲都被剔除掉之后 再加上现在的技术 很多的患者都会得以治疗 更重要的是 好的医生不仅仅是我给你治病 还要带动患者 一起参与到健康的流程当中 非常感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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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